财经频道五一特别报道 今年五一火出圈 今天来关注中老铁路线 4月13号中老铁路客运专线开通 在五一假期坐上动车去老窝旅游 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 现在坐动车去老窝到底有多方便呢 我们的记者就从云南昆明出发 进行了深度体验 一起去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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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在签证方面也是很方便 就我们也想到这个老挝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相机 在那里去投资 自从我们这条线开通以来 刚好又遇到武艺 所以各流是非常的火烹 也看到了现在基本上都是满的 我们的上座率已经达到了99%以上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半 那么这趟列车已经到达了摩汉站 也是这趟列车在我国境内的最后一站 那么跨境前往老挝的旅客 需要携带全部的行李下车 办理通关等一些相关的手续 然后继续返回到 我们现在乘坐的动8874列车 通过画面当中的友谊隧道跨越国境 在今天的傍晚6点38分 就将抵达老挝的首都万象了 就是早上可以在我们昆明吃早餐 对 晚上的话 就直接到老挝的首都万象吃火锅 老挝 我还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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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 是 中文字幕——YK